9月16日,首届一带一路乔商乔领交流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,来自全球6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乔商乔领汇聚一堂,以弘扬思路、精神、共同合作发展为主题,序友宜、谋发展,探寻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商机。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在大会开幕式介绍,随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建设,广西将主动对标先进地区,打造一流营商环境,降低企业要素成本,他鼓励参会企业家到广西投资发展,在互联互通、国际产能、投资贸易、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施展才华。 西部大开发政策,沿海开发政策和边境贸易政策等多层叠加优惠政策,同时我们主动对标对表世界和先进地区的水平,全面升华,放宝福改革,全力挡造一流的营商行径,着力教育丁企业的要素500%, 不断提高工作效率,为企业提供最优势、最高效效、最贴心的服务。 中国乔商联合会会长、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在会上建议,广大乔商要更深层次挖掘广西先进制造、新能源汽车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旅游、康阳等领域的潜力,打造特色产业和项目。 乔商企业并瑞老常抓住广西产业发展的新机意,更深沉去地挖掘先进制造业、新能源汽车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旅游、康阳等领域的潜力,打造天 rok产业和天 rak 项目。 中国桥连副主席朱一龙表示 作为活动主办方 中国桥连将牵线搭桥 广泛汇聚桥商资源 凝聚桥至桥利 推动民间商贸和对话交流 引导广大桥商积极参与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据悉此次会议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广泛深入推介广西发展优势和政策措施 推动开展了一系列投资项目考察和洽谈活动 以促成23个投资项目签约 投资金额达242.73亿元人民币